男人把女人当备胎的四个表现,中两个以上赶紧分手 有的男人喜欢把女人当作备胎,还以为女人不知道 其实女人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心自肚明 只不过因为她太爱你了,不舍得拆穿你罢了 女人一旦爱上一个男人,即使男人欺骗了她 她也会情不自禁地替男人寻找各种烂借口 好让自己得到心理平衡 谁让女人对男人爱得如此深沉而热烈呢 没办法,这就是男人和女人对待感情的区别 男人可以同时喜欢上很多个女人,但女人不行 女人一次只能爱上一个男人 女人最讨厌的就是男人的背叛 女人在感情里的第六感,也就是所谓的直觉 往往特别灵敏 她很清楚地知道男人是不是背叛了自己 男人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备胎 可是她嘴上不说,只有当男人彻底把她激怒之后 她才会心脏就脏一起算 男人千万不要得罪女人,否则下场很惨 你是斗不过女人的 女人之所以信任你,是因为她爱你 如果哪天她不爱你了 你要是再欺骗她,她肯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般来说,男人把女人当备胎时会有这四个表现 中两个以上赶紧分手 一,她从不主动找你 如果一个男人在跟你交往的时候,从不主动联系你 哪怕你十天半个月不找她,她也不担心你 那么她肯定是把你当成了备胎 因为她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女人 所以她没空理你,她甚至巴不得你不找她 好腾出时间和空间跟其他女人交往 所以如果你发现男人从不主动找你 有你没你都一样 那么你就要当心了 她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备胎 当她哪天遇到了更好的伴侣 或者对你感到厌倦 她就会把你甩掉 与其等着被她甩掉 倒不如你先把她甩掉 二,她对你不好不坏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不好不坏 不冷不热 那么说明她把你当成了备胎 真正爱你的男人 她对你的态度肯定超级热情和主动 她会主动关心你,问候你 生怕你饿了,冷了,凉了,感冒了 如果她知道你身体不舒服 她会比自己身体不舒服还要着急 只有当一个男人把你当成了备胎 她才不会对你充满热情 一个把你当成备胎的男人 是绝对不会愿意给你花时间和情感的 因为她还有其他女人要应付 所以她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陪伴你 她对你的态度谈不上坏 但也谈不上好 毕竟她暂时还需要你 所以她不会对你差到哪里去 但她又不是真心想要和你在一起 所以她也不会对你好到哪里去 三,喜欢跟异性暧昧 如果一个男人在跟你交往的同时 还喜欢跟其他异性暧昧 那么说明她对你不是真爱 她很有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备胎 备胎的功能 有时候就像是情感旅途中的一个中转站 她不会在你这里长久停留 她只是累了,困了 在你这里打个盾,闭目养神 等她养足了精神 她就会离你而去 继续她未完成的旅程 这或许是备胎最心酸的地方 你不要在感情里委屈求钱 一旦发现男人不是真心实意爱你 只是把你当成备胎 你千万不要心持手软 赶紧分手 四,经常忘记你生日 如果一个男人经常忘记你生日 说明他心里没有你 他只是把你当成了备胎 当然有的男人可能天生对节日或生日不敏感 不感冒 这倒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只要他平日里对你足够关心就好 如果一个男人平时对你特别冷落 当你生日的时候他都完全没有感觉 就算你明里暗里提醒和提示了他很多遍 他都记不住你的生日 那么你可以跟他分手了 分手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理由 只要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爱与在乎 你就可以选择跟他分手